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厉害呀 提剑则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体育活动 有三千多年呢 三千多年的历史呢 中国历史 中国力量 我很喜欢呢 功夫的力量 有一个国际儿子下命名在中国举办 每位小朋友正在完成各自不同的挑战 这里就是泰山 真雄伟啊 诶 那是欧文吗 嘿 欧文 热迪你看 我要在这里练习中国功夫 那你挑战成功了吗 哪有那么快 我才刚开始练习呢 大师说练习要持之以恒 你做得很好 哇 好厉害 欧文 坚持下去 你会成功的 大师 你那么厉害 一定打败过很多人吧 要知道中国功夫是一种力量 但这种力量不是为了打败别人 那是为了什么 用心去感受 包容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你试试看 欧文 你成功了 我懂了 真正的力量不是为了打败别人 而是为了战胜自己 中国功夫 中国力量 我很喜欢啊 美味的拉面 在夏令营的小朋友们 完成挑战的同时 其他超级飞侠 则要给他们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 不非 我们终于飞到西安了 听说西安的拉面非常好吃 不如我们为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准备一些 怎么样 我都准备好了 你就放心吧 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中国拉面完成 成功了 小孔明所大智慧 有一个国际儿童下令营在中国举办 每位小朋友正在完成各自不同的挑战 飞侠们要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这就是上海世博园的中国馆吧 好漂亮呀 乐迪 快来帮帮我 我的挑战就藏在这里面 我能拆开它 可是怎么都拼不回去 这是中国的孔明所 起源于古代中国建筑的孙某结构 内部凹凸纸盒一拆难装 耐心点你一定可以的 哇 乐迪 打开了 看我现在把它拼回去 加油 阿基奇 阿基奇 耐心点 分类试一试 哇 孔明所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耐心的思考 中国智慧 中国力量 我很喜欢呢 豆腐不可貌相 在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完成挑战的同时 其他超级飞侠则要给他们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 不是 爷爷 这里就是中国的长沙 景色真好啊 先别看景色了 多多 我们可是来给夏令营的孩子们准备美餐的呀 等等 你闻到了什么吗 没有啊 好像闻到了 好香啊 不对 是好臭啊 这叫臭豆腐 是长沙的特产哦 据说非常好吃 要吃你吃 我可不吃 尝一尝嘛 中国有一句话 叫人不可貌相 意思就是不能以貌取人 好吧 那我就尝一口 哇 果然非常好吃啊 多多 快点 干嘛去啊 去学做臭豆腐呀 美好的期待 有一个国际儿童下令营在中国举办 每位小朋友正在完成各自不同的挑战 飞侠们要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嘿 李美 你在成都市景里虎街 是要完成什么任务呢 我要在这儿找到很多匹小马 都找了半天了 还是没找到 哦 别担心 超级飞侠会来帮助我们的 那迪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吗 李美的任务是在锦里虎街 寻找很多小马 可这里没有马呀 你知道吗 中国人总喜欢说以梦为马 就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比喻成小马 也就是说 你们找到那些象征着期待的东西 也就找到小马了 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那我知道在哪里了 这是一棵千年古树 人们在树上挂上愿望的锦囊 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呀 这些期待就是无数匹小马 你说对吗 一定是的 中国愿望我很喜欢呢 凤梨酥的美味 在下一年的小朋友们 完成挑战的同时 其他超级飞侠则要给他们 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 听说中国台湾有很多美食啊 嗯 什么味道 好香啊 你们在吃什么呀 这是台湾著名的美味 凤梨酥啊 刚出炉的特别好吃 看着好美味啊 你要来尝一尝吗 啊 谢谢 嗯 哇 太好吃了 嗯 哈哈 嘿嘿嘿嘿 哈哈 嘿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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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要去许做凤梨酥了 这次旅行真是太完美了 喜马和鼠羊 有一个国际儿童下令营在中国举办 每位小朋友正在完成各自不同的挑战 飞价们要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哇哦 到内蒙古大草原了 这里有很多嘛 卢卡一定在这里 卢卡 你好呀 你好啊 乐迪 我好想你啊 你在这里要完成什么任务 我在意大利会划更多啦 今天我要在这里学会骑马 那我们就开始吧 哇哦 你太厉害了 这么快就完成了挑战 哈哈 我还要多几几天呢 乐迪 我太兴奋了 睡不着 怎么办呀 睡不着 那就属羊吧 凉快的草原奔驰的俊马 我很喜欢啊 解渴的凉场 在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完成挑战的同时 其他超级飞侠则要给他们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 到了中国香港了 好渴啊 下去休息一下吧 清热解渴的凉茶 凉茶 凉茶是我们南方特有的饮料 非常好喝哟 哇 清甜可口 真的很好喝 而且真的很解渴啊 是啊 凉茶里面还有很多种中药成分 不仅可以生津解渴 还可以去火呢 这么厉害 我可以学吗 当然可以啊 太好了 那我就可以给小朋友们做凉茶喝了 他们一定喜欢 嗯 小爱在香港学会了制作凉茶 要记得凉茶不仅好喝 还有解渴去火的功效哦 耶 中国味道 我很喜欢呢 哈哈 美美的皮影系 有一个国际儿童夏令营在中国举办 每位小朋友正在完成各自不同的挑战 对家们要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终于来到北京了 我应该去看看小美呀 您好 小美在家吗 嘿呀 是乐迪呀 小美她们正在练习新的皮影器呢 你们在怕练什么戏呢 你们在怕练什么戏呢 孙悟空 你可以做我们第一个观众吗 当然可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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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影系好精彩呀 小美 你们可以去演出吗 中国历史 中国艺术 中国艺术 我很喜欢呢 竹笋也美味 有一个国际儿童夏令营在中国举办 每位小朋友正在完成各自不同的挑战 飞下们要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竹笋好美啊 那当然了 这里可是中国第一步步的奥斯卡金像奖店里的拍摄地 诶 那是 不对啊 这里明明是浙江 怎么会有大熊猫呢 哈哈 我不是大熊猫 我是小文 哦 原来是小文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我在这里挖竹笋呀 这是一种特别好吃的食物 这个能吃吗 当然啦 中国人都很喜欢吃哦 那我们就收集一些竹笋 给夏令营的小朋友们吧 竹笋可不能生吃哦 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 那你会做竹笋吗 我可不会 但我爸爸是做竹笋的高手 他会很多种竹笋的做法呢 太好了 那你带我们去见见你爸爸好吗 没问题 跟我来吧 厉害吧 我爱你中国 哇 夏令营的孩子们都来了 超级飞翔们也都来了 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呢 是啊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让我们来祝他生日快乐 好不好 过生日 一定要有丰盛的晚餐 还要有美丽的烟花 哇 哇 哇 好漂亮哦 好漂亮哦 你看 生日快乐中国 我爱你 生日快乐中国 生日快乐中国 我爱你中国 超级飞翔 代表全国小朋友们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超级宠物和超级飞翔们约定你哦 11月我们不见不散 你找的 正想你 你有一点 你一来 你很难 你一来 你又有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